詞曲 李宗盛 Kardec 司長 主席 我 Ready to say 司長今早坐著 我們今早就在facebook上 上午就開了一個投票 投票就說 立法會終於能夠去到 譴責林鄭義 那麼大家有什麼意見呢 我們的投票開始了不夠兩個小時 已經有超過二萬位香港市民投票 投票結果非常清晰 99%是認為要譴責林鄭月娥 其實譴責也不夠 林鄭你已經要立即下台 因為事實上香港能夠搞到今時今日 真的要多謝這位攬炒之母林鄭月娥 經常說反思 反思了什麼呢 反思的結果是不是對我們的市民 對我們的學生 對我們的手足 射出雷彈 射橡膠子彈 甚至是射實彈 主席忍了很久了 就等這個議案很久了 香港人是很簡單的 真的很簡單 全香港全世界都有錯 只是你林鄭月娥沒有錯 你香港警察沒有錯 所有的錯都是別人的錯 議員錯 律師錯 醫生錯 所有人都錯 你每天四點就開個記者會 每天都告訴你 我們做錯了什麼 沒有做錯 沒有心的 推著那個阿婆 沒有心的 射到那個學生 沒有心的 對市民 和平集會射出來 沒有心的 誰造成的 林鄭月娥 在後面縱容這件事 縱容警暴 縱容這件事 他簡直是不折不扣的攬炒之母 很簡單的主席 事實擺在眼前 現在說什麼 跟他們說 跟他們說 紙暴制亂恢復秩序 紙暴制亂恢復秩序 你林鄭月娥說的嗎 是習近平命令你做的 你以為習近平不知道香港那麼亂 你以為習近平什麼都不知道 你以為香港管理到這樣的樣子 很多人 你出街問一下 這些是市民的心聲 市民心聲 你快點 你知道我講話 我通常都溫文二少少 我不會叫他去死 你最好就問責 簡單而言 你趕快做個獨立調查 你下台 你履行這個選舉承諾 當香港大部分市民 認為我不適合做行政長官的時間 我理應下台 當日自治亨槍在選舉期間這樣說 現在事件發生了多久 差不多半年了 香港被搞成這樣 還好意思跟我們說 每個月月薪出41萬 連薪500多萬 還沒計那麼多位高官朋友 高薪厚陸全部都是納稅人的錢 有沒有搞錯 現在還跟我們說加警察人工 主席好笑 財委會還不拉布拉到天分地 說回事實 你現在去街上 你找個市民聊聊天 每個市民都很清楚 都很清楚香港發生什麼事 是因為我們自小到大 所學習的是非黑白不見了 是很勞氣的 每個都看著有直播 每個都看著你對著學生 這樣一棍吐下去 穿著校服的你就遺報他 看到的嘛 然後叫你出來主持的公道好不好 好笑啊 張建宗出來說一句人話 不知被他低幾級的經務人員出來 我們近乎恐嚇了 你說什麼啊 司長 你說什麼啊 司長 司長馬上不敢說話 真的很可笑 什麼時候開始我們香港社會的 是非黑白 可憐到現在出來說他人話 都會被人罵 有沒有搞錯啊 問題在於我們要止暴 就要撥亂反正了 錯的就要罰 但是到現在一個警員都沒有落鑊啊 有嗎 開著電單車去撞去人群 休假啊 之後怎麼辦 復工啊 什麼道理啊 現在的問題是在於 是當很多香港市民的屈滿 就是說為什麼有人做錯事 是不需要負擔那個責任 不需要出去交代 這個林鄭月娥還沒睡醒 每個人都知道了 出去幾個月 由這個暫緩到壽終正寢 現在出來說有個書面道歉 到最後說死死氣啊 不好意思 這樣 獨立調查變成獨立檢討 弄個A貨給我們 弄個翻版給我們 打算可以胡混過關 不要玩啊 其實林鄭月娥 你已經去到 已經受終正寢的形容 就形容你的政治生涯 你以前說自己好打得 天堂留個位給你 我真的問問師長 師長 天堂的位 拿走了沒有 他是不是還覺得天堂會留個位給他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幾多人流血 受傷 被捕 索明 都是因為林鄭月娥這個女人 一手造成 連建制派部分同事都不妥他 真的 如果今天早上不斷按制 不斷出來 林鄭月娥好 林鄭月娥好 今天早上我看到梁志祥那麼多 梁志祥那麼多 不知去了哪裡 其實很辛苦的了 你過了區選結果之後 建制派近乎跟你攬炒 陪你一起攬炒 問一下是很清晰的 當然我們都會尊重 很多朋友說 這次投票都是六四比 是 是 我們都會尊重 甚至四成多的朋友 但問心那句 四成多的朋友 看看林鄭月娥過去這段時間 所作所為 慶祝蘭樹 攤位官子 她的圈子 她的班底 真是令人數出 每個都是顆顆天王巨星 鄭月娥這個教主 脫教的教 躲起來了多久 這個逃犯條例修訂 她簡直是朝中大將來的 不見了她 李家超 她都想來立法會鬼吃禮 問她的事 就全部都會回答那些稿 永遠都聽不到人說話 陳茂波剛剛宣布說 我們有一個赤字 然後怎樣怎樣 現在聽她的語氣 就怕未來公共的財政開支 有機會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熟 我們有盈餘的 師長 是不是這個時間 已經加大公共的財政 開支 令到穩定了民心 不是出來這樣說話 有這麼多錢起大小百丈 沒有這麼多錢去幫助基層市民窮人 有沒有搞錯 我們的朝中就是一系列的高官 高薪厚 只是師長 我不招呼你 因為我知道你身體不好 免得擊傷你 但問題是在於師長 想想 究竟現在是民官當道 到武官當道 武官可以大於天 不能批評 不能罵 耶穌也不能罵 問題是在於過去半年 我們經歷這樣的社會 每個人都看在眼睛裏面 大家知道 於是就會問 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方法可以制裁警暴 甚至推一萬步 部分的警員都會知道 林鄭月娥把整個警隊搬上桌 用警力解決政治問題 而這個民望剩下十幾分的領導人 還有顏面可以留在這個位置 理應立即落台 很簡單 落台獨立調查 完成他的歷史任務 功成身退算數 不是 戀省權威 戀省權威 到現在都沒有跟我們交代過 究竟想著怎樣 就只會鑽住一些自失 鑽住一些自失 獨立檢討委員會 我們要做事 每次一萬半拍萬幾個月 老實而言 如果6月9日 一百萬人上街 當晚你出來跟我們說 我們暫緩 甚至乎 好了 收回 那時候已經什麼事都沒有 沒有之後的流血受傷被捕喪命 但現在呢 一切為時已晚 何必當初 是因為你林鄭月娥 一意孤行 耳朵關起來 完全不聽 旁邊的人說話 全部都以為在這個世界裡 只有他一個 由他 世界圍著他而公轉 算了 有多少人 是作出了無謂的犧牲 而這個人 我真的問他 晚上你睡不睡得著覺 你可以繼續催眠你自己 做得好 我們現在就要相信 警方止暴制亂 警察 如果可以跟你直接對話 你猜你可以 完完整整走回家 那個禮賓府 如果警察進來 可以暢所欲言 罵爆你很久了 老老實實 何時開始 何時開始 我們打開電視機會很生氣 何時開始 晚上我們會睡不著覺 何時開始 早上看新聞 我們都會一邊看一邊罵 我爸爸還好笑 我爸爸每天跟我討論政治 他每天都說得妙 你每天不回應這個五大訴求 你都不用指望 這件事會落幕 是很簡單的直接問題 五大訴求 我講得很清楚明白 司長 其實你自己看到的 在這個過程裏面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已經慢慢變得目中無人 自己說尊重新聞自由 不要打記者 我們要保護一些採訪自由 你看自己日前搞這個 國家憲法日正 不讓蘋果不讓立場的記者進去 遲些陸續有來跟你說 記者朋友 如果香港沒有記者死了 我跟你說 如果我們前線的衝突 沒有記者的鏡頭 是堅持著拍攝著 我們就死了 如果不是記者頂著警察 不斷嘲諷他們 不斷罵他們 甚至拘捕他們 他們都堅持拍攝 香港死了 我們要多謝第四權 多謝記者 你尊重新聞自由 都是一口笑 跟你說 因為現在你擺在眼前 當時全香港社會 各方的焦點都說 不妥當 怎麼做好 林鄭月娥下台 林鄭月娥獨立調查 林鄭月娥回應五大訴求 其實是很清晰的文言 以前就說沉默大多數 經歷過區選投票之後 沉默大多數是不見了 所謂沉默大多數 其實很清晰的文言 可能一直都不存在 大家都不沉默 大家都是深水清的大多數 擺在眼前 要真正做到止暴制亂的 第一件事 先壓制警暴 你收一收手 不要再這樣 你不要讓我們感覺 就是武官 是完全當道文官 完全沒有話說 不要再睜大眼說謊 不要再開那些 四點鐘睜大眼說謊的記者會 你講完就是 你講就是了 那個婆婆 撞到頭那位 我陪她看醫生 她說她害怕 我說怕什麼 為什麼不看醫生 你吐了幾次 我害怕警察 害怕警察抓我 她做什麼 她下跪 她下跪 希望大家就著 後面有學生有市民 不如慢慢來 一手推低她 831 我們幫過不少一些朋友 親歷其境的人 不想說第二次 在站裡的情況 二話不說 被人一拳摸下來 這些是否真的用得到 所謂最低武力 721事件 近乎是政府的雙巴 叫我們往前看 不要提了 當然不要提了 你怎麼提 你怎麼好意思提 報警報了多久 三十幾分鐘 四十分鐘 一個警察都沒有 司長 叫我們不要提 這個不是不要提不提的問題 這個是是非黑白的問題 你要解開香港人的心結 就說香港人的公道 說香港人話 而不是跟你說 最好大家 向前看 搞定經濟 現在止暴濟亂 那些人全部是暴徒 所有都是暴力 退一萬步是暴力 你暴力哪來 前因哪來 是誰做得這麼糟糕的行政長官 及其團隊班子 被十五分鐘我們罵 當然是罵不完 主席 但接下來 跟司長說 你接下來公務員 薪酬調整 警隊加薪工 拿不拿出來 各大院校的撥款 你是不是要繼續堅持抽取 打算懲罰各大院校 打算跟整代青年人割席 你真是好笑 毛澤東也會說 年輕人是我們將來 跟年輕人割席 掀高枕頭想想 是否這樣做官 是否這樣做政府 是否這樣做特首 所以主席 其實放在眼前來很簡單 在我們現在眼前要做的事 真的要希望停止這個亂局 首先是壓制警暴 下一步一定是獨立調查 獨立調查都不夠五大訴求 寫得清晰 到現在沒有一個警員 或者沒有一個高官 需要問責下台 那些高官很爽 你們真是不知民間疾苦的原因 是因為你們的子女 全部是外國讀書 很爽 現在不是 現在反過來 外國的制裁好像陸續有你 但你又問一問 當你都生氣了 為何要制裁 這樣的時候 你問一問 你抱著那個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在做甚麼 時光回到六月九日 當晚出來宣佈 可以暫緩 不要六月十二日直上大會 而獨立這裏 事情很不同 怎麼會有六月十二日 那個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 正中間放催淚彈 然後衍生一系列的問題 放了過萬枚催淚彈 橡膠子彈 實彈 全部都是有跡可尋 自治亨槍 講到你聽 就是個個市民都是抱怨 哪有一個民望低度感的政府 還厚著臉皮在這裡繼續指三道四 說自己沒錯 天堂留了個位給你 各位撤回了 主席 歡迎仁慈臣辭